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进行事 我是廖方杰为您整理国际大事 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 似乎是逢欧巴马必反 举凡前朝欧巴马所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 TPP还有欧巴马健保 川普通通都不认账 而且现在川普又对外宣布 退出伊朗核子协议 消息一出不但伊朗跳续 欧洲各国也猛摇头 担心的就是美国这样态度反复 对接下来的川金会 恐怕会有负面的影响 不管是川普口中的特别好友 法国总统马克宏来拜托 还是德国总理梅克尔来劝 都改不了川普对伊朗核协议的态度 川普大笔一回把前总统欧巴马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撕毁 让欧巴马罕见的在脸书上发长文 重炮抨击川普 伊朗协议 巴黎气候协议 TPP 保护移民者的追梦人计划 还有欧巴马健保 川普一个个推翻 似乎是逢欧巴马必反 川普接受以色列片面指控伊朗说谎 隐瞒核武计划的说法 但新任国务卿 蓬佩奥在听证会接受质询时 跟川普的认知相抵触 美国毁约惹怒伊朗 总统罗哈尼气得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要重新提炼农所有 专家们已点出撤出 核子协议的后续效应 美国在90天后 会针对伊朗的飞机金属贸易 展开制裁 180天后 则针对石油业跟伊朗央行开刀 而国际油价也因美国退出协议后 飙心高 音响的不只有经济层面 白宫换了个主人 政策跟协议也跟着大变 让民主党人士担忧 接下来的川金会主轴 无核化 是要怎么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二度前往平壤 为川金会铺路 但美国反反复复的态度 可能会对北韩版的核协议 造成负面影响 TVBS新闻总和报道 5月10号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就职一周年的日子 2017年他在就职演说上说 会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奔走 有必要的话会去北京 东京 甚至只要条件适合 平壤也会去 而他不但已经先完成了文经会 就在周年前一天 他也在上任之后 首度造访了日本 夹着高民调跟北韩非核化的 板门店宣言 文在寅在三方会谈中 态度从容 反倒是交集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成为唯一的输家 就在365天前 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就职演说上 他这么宣誓 如今他不仅跨境的北韩 更历史性的将北韩领导人带到南韩 为了朝鲜半岛和平 文在寅更在戚风苦雨中 首度前往东京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 连同大陆总理李克强在内 这是韩 智 中 三国理秀 睽違两年半再次聚首商讨东北亚局势 或许是刚结束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 也或许是国内民调居高不下 文在寅的态度低调中带着从容 毕竟在过去这一年 文在寅熬过了北韩的飞弹 和核式威胁 北韩的态度突然转变 也让文在寅有机会扮演 东北亚迈向和平滚定的指挥官 至于中国大陆 作为北韩的靠山 让李克强在会谈中早已立于 我们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力 我们需要一个东北亚稳定的环境 以利于我们的发展 中方甚至还有余裕 支持日本和北韩有朝一日 也能坐下来谈 对比两位领袖的聪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光总谈话就能看出他的交集 不只要北韩非核化 安倍甚至要求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 得继续履行才行 尽管安倍态度强硬 但中方希望国际社会 多加考量北韩的诚意 南韩也希望和北韩 有更多经济交流 都让安倍的主张 显得势单力薄 东北亚局势逢回路转 在文在寅拉起金正恩之手 带领南北韩迈向半岛和平之际 日向安倍显然是三方会谈中 唯一的暑假 听回新闻 综合报道 文经会过后有哪些改变呢 首先来看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的形象大反转 我们刚看到他跟南韩总统文在寅 开玩笑 还有一起吃冷面的画面 都让南韩民众对金正恩改观 而年轻一辈 对金正恩的好感度就大幅增加 也觉得朝鲜半岛统一更有望了 同时专家也透过了 金正恩的服装言情来分析 认为现在的金正恩 想要呈现一种开明开放的形象 强调自己跟前两代的领导人 大大不同 向来给人冷酷残暴印象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文经会过后心向大反转 金正恩在晚夜上埋头猛吃冷面的画面 被拿来后制配乐 顿时间两位元首都没了严肃感 亲和度大增 而南韩媒体最新进行一份民调 显示19到21岁的大学生 对于金正恩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调查中指出 以前讲到金正恩的关键字会有 飞弹发射 核武 残忍等等 但是现在变成了幽默 年轻 愿意对话 会有这样的转变 直播帮了很大的忙 直接让民众看到文经会现场 这恐怕也是多数南韩民众 第一次有机会 能透过转播 观察 分析金正恩的言行 而在北韩国内更是权力造神 但其实专家分析 对北韩和金正恩来说 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形象 冷酷或是清和 都是经过计算 精心安排的成果 从今年的新年演说 就能看出端倪 因为今年金正恩是以一身 浅灰色西装现身 和过去总是黑色的中山装 大不相同 从2013到2016年 都是黑色的中山装 2017年换成西式的黑色西装 都透露出金正恩计划 对外开放的转变 而本周搭专机飞往大连 拜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举动 也引发外界揣测 是不是透露出金正恩为了川金会 可能会搭机前往新加坡 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 过去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 至传不敢搭飞机 出访都是走陆路搭火车的 现在金正恩出动专机 要展现领袖风范外 有可能是要强调 自己和爸爸祖父风格大不相同 他才是新一代的北韩领导人 而文在寅的支持率 更是在文经会后暴涨 施政一周年前夕的民调 达到了83% 创下了历届南韩总统的新高 其中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 认为两韩召开高峰会 是他的最佳政绩 也让文在寅更不得闲了 除了跟习近平通话 希望中韩继续密切合作 刚刚也提到 文在寅还在就职周年前一天 飞往东京召开中日韩峰会 继续为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做协商 文在寅立促文经会举行 在高峰会和金正恩牵起友谊之手 两人签署板门店宣言 不仅改变朝鲜半岛局势 也为文在寅在5月10号 就职一周年前夕 线上最好的施政成绩单 根据南韩最新民调 文在寅的国阵支持度 高达83% 超过八成民众认为他做得很好 只有一成南韩民众持反对意见 其中更有35%的受访者 因为南北韩召开高峰会 认可文在寅的施政表现 这份数据不仅是文在寅上任后新高 也刷新历届南韩总统 就职一周年的施政民调 其实文在寅就任后 因为形象好拥有不少铁粉 他1月过生日时 还有粉丝集资82万台币 在首尔各大地铁站买广告 张天在地铁站的巨型广告 只为了帮文在寅庆祝65岁生日 但不止南韩民众很挺文在寅 美国财富杂志也肯定他的领导力 财富杂志尤其点出文在寅 因为促成南北韩峰会而中雪 在文经会落幕后 专家也邀来市民做讨论 首尔大学教授肯定文在寅的破釜沉舟 让南北韩从对立转变为和平对话 但也有学者认为 文在寅在整顿财阀 处理金融行政改革还得多努力 再加上板门店宣言 也没探究如何废壳 仍需再拟定细节 文在寅不敢停下脚步 就职周年前一天 预计飞往东京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举行中日韩峰会 回国后也预计继续处理国阵 文在寅就职周年当天 青瓦台不会特别举办纪念活动 只预计整理文在寅上任以来的 精彩画面 制作成纪念册和影片 和国民分享 文在寅上任后的另一个创举 在青瓦台官网增设留言平台 每天平均也有684则留言 文在寅政府也期许 继续倾听国民的声音 作为往后改革的依据 TVBS新闻总和报导